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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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菲英 前幾天我看到了這一則新聞 是在講從3月24日起 開放Pornhub Premium 也就是Pornhub的高級會員 全球免費 相信許多人都有聽過 Pornhub這個網站 但我還是介紹一下他的背景 他是全球最大的成人影片網站 影片數量高達數十萬部 超級多的 他會做出這個行動真的蠻令人訝異的 對吧 因為沒有人特別要著他們這樣做 這算是半公益性質的活動了 我個人就非常好奇 Pornhub除了這次開放全球免費升級高級會員之外 還有沒有做一些其他的善事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Pornhub在做公益方面非常的有創意 對於動物保育 環境保護 人權 還有全球性疾病 這四個都在做關注 而且他們的動作 雖然還是跟網站的本質 性愛息息相關 但卻一點都不下流 而且非常的具有創意 又很幽默 那他們到底是做了什麼呢 就讓我來為大家一一介紹吧 1.做愛保育 熊貓跟鯨魚 熊貓從很久以前就是個瀕臨絕種動物之一 除了捕殺還有七七地被破壞 其實他們的低生育率也是造成他們瀕臨絕種的原因之一 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進食和睡覺 1年平均只有2-3天的發行期能促使他們交配 為了保育這個天生性能感的物種 PornHub推出策略也很妙 嘻嘻嘻嘻 PornHub想說既然熊貓性能感 就要鼓勵熊貓多做愛 但當然不是真的去比熊貓做愛繁衍後代 所以還是要回歸到人的身上 PornHub在2017年推出了 只要用戶每上傳一支穿熊貓服 或是身體圖熊貓彩繪的成人影片到PornHub 就會直接捐100美元給熊貓保育組織的活動 而這些影片每被觀看一次 就會再多加碼1美分 能把熊貓的交配行為跟人的性愛做結合 真的是超有創意的 那當時到活動截止 這些熊貓心愛影片 累積了大約330萬次的觀看次數 響應效果也算很不錯 那除了熊貓 PornHub還有推出了寶玉蜜蜂、鯨魚等動物的類似活動 回想也都相當不錯喔 2.注重海灘垃圾問題而推出的淨灘環保影片 在2019年 PornHub為了響應環境保護議題 特別是海灘垃圾的問題 他們出了一招妙招 首先他們想到了對於情色這種事情 人毛毛毛越髒我越愛 但還是有個極限啦 所以PornHub運用這種原理 選擇在全世界垃圾最嚴重的海灘之一 拍攝了一支性愛影片 這個拍攝地點在加勒比海的一處海灘 後面上明顯可以看到遍地的塑膠瓶等垃圾 甚至還有死掉的魚類等等海洋生物的屍體 他們在拍這支影片的時候 其他的工作人員也開始在海灘上展開靜灘工作 而這支靜灘性愛影片所有的收益都會捐給環保團體 他們捐的團體是英國海洋垃圾回收組織 Ocean Polymers 是以解決海洋垃圾為主的團體 網站連結還有這個宣傳影片連結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說明欄中 有興趣的可以再點進去看看喔 3.PornHub也發獎學金 那PornHub曾經數次推出獎學金的計畫 這個計畫叫做PornHub Cares獎學金 申請的條件是18歲以上的在學生 GPA達到3.2 然後照每次不同的主題繳交小短文 並拍攝5分鐘的短片 說明他們申請獎學金的原因 就有機會獲得25000美金的高額獎學金 也就是台幣75萬元 真的蠻多的 我自己覺得蠻多的啦 那這個活動每次幾乎都吸引了超過1000名的學子來參加 並且確實成功幫助了經濟弱勢的青年來完成學業 而前面提到的短文還有影片的主題 也都具有深意喔 例如從反對性騷擾的主題來切入 來討論一個人該如何去看待 影響別人的自我感受這個問題 只是這個獎學金的活動 因為網站本身屬於成人網站而爭議不斷 所以在2017年 頒發獎學金給一位就讀於密西根大學博士班 就讀神經生物學的女博士生納維瑞之後 就暫停實施了 我個人是認為有點可惜啦 畢竟應該還是很多人會想要這筆獎學金吧 關於這位女博士生獲獎後的得獎感言 我也放在影片下方說明欄中 想對她有更多了解的 可以再點進去看看喔 4.因應新冠肺炎預期全球免費升級高級會員 這個是我們在開頭就有提到的 Pornhub表示為了減緩疫情增長 推出了Pornhub Premier的免費方案 自3月24日起 全球用戶只要透過官網連接到 Stay Home Hub的頁面 只要同意遵守居家防疫 還有勤洗手等相關規範的話 就可以免費獲得高級會員一個月 那活動會持續到4月23日 那記得要滿18歲才可以觀看喔 OK 那關於Pornhub的慈善相關事情 我就分享到這邊 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小小心得啦 那Pornhub做過許多慈善的相關事情 除了上面有提到的事蹟之外 對於乳癌方面的治療 或是人權推廣等等慈善議題 都有進行援助過 另外他們也跟許多廠商合作 推出了不少屬於自己的潮流品牌 像是跟紐約潮牌HBA合作 推出的聯名系列Handkerchief 就是很好的例子 那從這邊就可以看出 他們正在努力轉型並且多元發展 當然外追看法褒貶不一 但不管如何 我對他做的慈善事蹟 還是保持一個Respect的態度 因為這代表 還有在履行屬於他們的企業社會責任 如果你想對Pornhub的主要業務 有更詳細的了解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 去志祺七七的頻道看看 裡面有非常詳盡的分析 當然我也知道 這支影片 YouTube一定不會幫我推播 因為YouTube很討厭看到 跟成人影片 或成人網站相關的影片介紹 所以這支單純就是我自己想要做的影片 想讓大家看到Pornhub一些不為人知的一面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英 我們下次見 掰掰